啊! 開盤做多 錯了 啊! 九點半做多 又猜錯了 台子 我真的看不透你啊 我長這麼大沒見過這麼囂張的人 誒?今天你就見到啦 大家好 歡迎收看自由人的盤後 三分鐘 那今天自由人比較晚到炒盤是 你看我現在有酒賞 就跟我高中同學喝到蠻晚的 大概是凌晨兩三點 所以回到家大概都很晚了 啊! 早上開盤我當然就沒做啦 如果做也會被打到停損 那我們就做那個九點半之後 啊!做完九點半之後 還是回家睡個覺好了 所以睡起來已經是一點半了 我們直接看影片 開超高盤 開盤做多被點到一百點停損的機率 大於50% 我們就不要 開超高盤做多嘛 什麼時候做多呢? 黑黑黑黑 紅做多 就用這一招 啊!停損一百點 哎呀!黑黑紅出現了 先打再說喔 開是738 738 要出在哪裡? 往上30點就是706啦 但是我不想出耶 尾盤出啦尾盤出啦尾盤出 自由人要回去補免啦 你在盤中看 但不一定會賺到 尤其後面那個證價差這麼大 你會覺得那有可憐那有可憐 你整天都在想怎麼可能怎麼可能 所以自由人來說 你的方向是對的話 不看盤反而是賺最多 認真工作 自由人的工作 就是交易啊 可是有時候我也不想交易啊 我只是想要休息 像今天本來是想休息的 我想說 嗯 沒地方走 我還是進超凡市看看 看了就 就會想下單 今天只下一口單啦 如果我沒有休息 我可能會做加碼單 這個也無所謂啦 我覺得交易是這條路很難走 那就看你怎麼走 自由人的確是個賭廚 有技巧的賭 我不是盲目的做多啊 這個是因為趨勢是往上 而且我們要公贏賴神 公贏賴神 登機啊 開玩笑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拜拜